因為昨天吉利公佈了業績後 股價跌了3% 其他車股都受壓 先說吉利自己本身的業績 其實上半年的收入可以增加到三成 因為新能源車的佔比增加了 所以令到軍價也提升了 不過公司也說因為研發支出大增 盈利倒退三成半 管理層也有說 預料今年底新能源車的銷售佔比會提升到三成 比起上半年幾乎倍增 未來也會逐步提升到五成以上 還揚言說會進入新能源車企業第一梯隊 怎麼看吉利這個進升新能源車第一梯隊的前路呢? 你看見你在那邊笑 明顯我暫時都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當然方向是正確的 其實不是他 每一間都是這樣的方向 每一間都是想做新能源車 想做第一梯隊 想做龍頭 因為很明顯整個國策都是這樣擺放的 即是你沒理由再做傳統車 這是一定事實來的 但問題就是執行性 即是否真的做到呢? 這個是要看的 我又不是說壞到否定他一定做不到 但是要看的 因為為什麼會笑笑口或者覺得抱一個懷疑態度呢? 因為看得來如果你看看過去幾年 吉利的執行性就反而看起來是挺一般的 因為其實從三四年前 他已經在說自己想三四年後 即是這一刻 是變身了一架新能源車旗 基本上是全部新能源車旗 當時已經說了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你看過去的半年業績 只有一乘八的折備而已 其實你可以看到落差也挺遠的 但當然可能當中很多的因素 不是他自己的 可能是行業環境 各樣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變相要留意一點就是 講很多食館你曾經說得很好 或者很雲圓的 或者很準確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買 覺得有些大升 很值得博 我覺得都要看看執行性是如何 這個就真的要慢慢看一下 當然我同意如果你說真的做到的 譬如今年未來幾個月 每個月佔到三成 這個有機會可以的 因為他未來下半年多新車款出 而多都是新能源車 這個可能做到的 但是去到逐步五成 或者之後去到差不多整隻都是 那個時間點 可能就真的要再看一看 未必說這麼快一下子 一定覺得做得到 剛才提到 當然做得到好的地方就是 過去都說過 估值一定不同 因為你value 傳統車企和value 新能源車企一定不同 平方估值也 所以如果做到 我自然覺得對估值股價 一定是有提升的 這個很正路 但是真的是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要給他多一點耐性看 再加上 過去這三四個月 其實吉利的反彈力是很強的 以車股來說 或者傳統車股也是 其實他比長城彈得更厲害 因為長城近期都想得很厲害 但是他不是很會的 也是算是在近月的高位是橫行的 所以你也彈了這麼多上來 如果以現在來說 他的現價 我認為他比30倍 也比30倍 比20倍 更鬆 其實如果以一種 都算是傳統車股來說 即是他暫時一成多 新能源車 我沒有人當成新能源車股 以傳統車股來說 20多、30倍 其實真的 撐住了 所以你說要他再立即升 有一點點難度 而且始終 剛剛這份業績 其實你看到 數目也不算太好 所以我覺得 就算未必會一下子急跌 但是這些位置 可能也繼續是橫行整固位置 吸引性 現在這位置就不一般 因為剛剛 就算我當他橫行也好 現在就算是中間位 因為如果橫行大約15元 鬆一點 去到19元 現在是17元左右 那就是中間 所以一點點 über一半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quiere shares 你就在這四元用來玩一下 但是 你說是不是借助業者 借助他這樣的說法 等於有一個 很大進ано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暫時 都不得難做到一點 是